晚間的天母街頭 散步運動人潮不斷 享受悠閒時光 但是12號晚間 卻出現一名隨機攻擊路人的怪客 當然這名男子 先把機車停在附近的停車殼 隨機拿著棍棒往巷口走去 到了巷口之後 他不分青紅皂白的 對著兩名路人隨機攻擊 而這一切的行為 都被附近的監視器拍了下來 第一個慢跑的民眾 巧妙閃過攻擊 男子還在現場等待 另一名中年男子經過 頭部就遭到重擊 被攻擊的男子頭部撕裂傷 當場倒地 警方不敢大意 沿路調閱監視器 鎖定特定目標 偵查方向有鎖定一位 特定的嫌犯 著藍色的上衣 微胖 駕車逃逸 不過由於男子騎車鑽小巷 警方還沒掌握到男子的車號 身分以及動線都還有待釐清 分局也立即組成專員小組 希望能盡快將這名 隨機攻擊的男子逮捕到彎 記者李嘉銘 劉良亨 台北資本報導